Rainbow Mandarin Studio,第8场,3,2,1,开始! 老公,我好开心,你带我出来吃饭呀? 等一下,Rose也要来 嗨 嗨,我来了 Rose,你来了? 对呀 老公,你要不要吃牛排呀? 哎呀,他不喜欢吃牛排 来,吃不饱鸡丁 还是你最懂我 老公,你要不要喝咖啡呀? 咖啡? 他不喜欢喝咖啡 来,喝青岛啤酒 这才是我的最爱 老公啊 你最近很不开心,怎么了?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我跟你讲,你最近特别不开心 我懂得要懂得 是不是妈妈对你又不好呢? 对呀 人家这么过来做什么? 哼! 老婆 我要跟你离婚 你怎么了,为什么? 你喜欢他,不喜欢我 没有啊,他只是我的朋友 谁不知道,他是你的红颜知己 老婆 老婆 真的,又有一件事让我不开心 我懂你,我懂你,没关系的 还是你最懂我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红颜知己 红颜,他的意思是指女人和女性 知己的意思是知道自己 了解自己的朋友 所以,红颜知己是说 一个男人,他有一个非常了解自己 理解自己的女性朋友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男人遇到一个问题 他不想告诉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太太 但是,他却可以告诉自己的红颜知己 你们也有红颜知己吗?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了红颜知己 那你们猜一猜,蓝颜知己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想知道,请看我们的下一期节目 一定要记得学汉语 要来Rimbo Mandarin哦!